期中報告部分的那個就是我大概把作業區先這個放上去了 那因為繳交的時間其實不算太長 因為只有我看我們下個禮拜是期中跑週 所以會大家會有個期中的評量成績 所以因為這個成績我還是要去改你們的作業 所以不可能太...就是時間變給各位太多時間 那所以繳交的期限就是定在那個下個禮拜的這個 等於是11.59分 算日常所以就下個禮拜 不過一個禮拜好像其實不多 我希望說你們可以盡可能的去把我們所交的 盡量把它應用上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前面所講的一些動作 我發現有些東西對以SEL還是不太熟悉 甚至是更不要做VPA的 因為我們這個作業裡面其實 還沒有要你們做那個VPA部分 所以其實你們盡可能的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盡可能的把這個像字屏的部分 其實主要是利用兩個函數 就是這個MID跟這個RAW RAW-1 這個在雲端上面也有 還有在YouTube上也有 所以你必須把字先切出來 切完之後這邊總共5000多個字 所以我之前好像做一件事 就是底下你做完一個工字之後 要向下填滿的話 剛剛有同學有問 如果再講一次 其實要整個填滿 當然你可以這樣向下拉 可是問題你必須要 假設你這樣拉對不對 你要變成有5000多個字 那當然如果你是更大部頭的話 哇一萬多個字 你就要拉到一萬多 所以其實我有個拖欄的做法 就是第一個先做一個公式 第二個的話讓它自動填滿 那自動填滿我不確定在哪裡 沒關係 你可以控制序格向下 讓它選到底 選到底之後呢 你再利用填滿裡面一個向下填滿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全部填滿 那至於填滿到哪裡 應該填滿到5000多啦 OK 只是說5000多到哪裡 其實如果你懶得看 反正就切 確定是幫你切完畢就OK了 因為這個列數實在太多了 哇你剛剛慢慢慢慢這樣拉拉拉去 其實也是挺麻煩的 所以我的習慣做法 反正就讓它填滿 讓它向下填滿 它就幫我全部填滿到5000多 不然的話你光每次要找那個資料在哪裡 其實倒也沒有那麼方便 9000多 到了在這裡 OK 所以第一個就是把字切開來 那第二個的話在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字出現的次數 所以利用插入這邊有一個是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它就會幫我把它統計出我要的結果 記得喔 把單字拖拉到列 把單字拖拉到值 它就出現了 出現完之後呢 我最後其實是利用一個資料裡面的排序 它就幫我把它排序 排完序之後 然後我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貼到旁邊 因為其實有些字不需要 像這個字好像 這個等於是一個界隙詞 我不要嘛 我把它刪掉 所以貼過來之後 這個刪掉 然後這個椅也不用 齊好像也不用 鵝也不用 反正你覺得不需要 一看就知道那個字 其實在統計上面沒有必要的 那你就把它刪掉 然後我留下我覺得有意義的這些字 然後我就把它 再利用這些字 把它繪字 所以再插入一個 這個用數量統計的話 用什麼 用直條圖 那就可以馬上幫我把這個直條圖給變出來 那最後其實我頂多是 把這個上方再加上一個標題 有沒有 然後排序 也這樣排序 那你可以看 老子道德基裡面出現字數最高的 一個統計圖表就馬上出現了 那當然我最後好像有做一件 就是只要前十個 或者是前二十個之類 那我有在這邊再利用那個 值得篩選 留下前十個或前二十個 因為其實如果太多了 那其實底下的沒有太大意義 那你就留下你覺得比較有意義的部分 然後再做統計分析 看到結果 就會是至少感覺 從另外的面向去分析 這個 古代的文獻資料 看到的面向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結果 OK 呈現出來的話 將來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 你們腳交的 就是這個Excel檔案的結果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給我一個 一個WORD的心得報告 那心得報告裡面 我是希望 你乾脆也把這個圖 跟這個表 乾脆就幫我貼到WORD 我就直接在那邊看就好 那我如果需要的話 我再把這個Excel檔再打開 你就看到 那WORD裡面的心得 我主要是希望你 呈現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有關技術上面的 比如說你怎麼做 當然 做有 比較重要的部分 是我上課都有講到 你就不用再重複講 那有沒有哪些地方 你可能發現 可能你遇到了問題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 解決的辦法 甚至如果你解決不了也沒關係 你說老師 我這地方實在是試過 但我沒有辦法做到 我這地方 你可以在心得裡面提問題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 當然你們對於 這個Excel並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當然甚至你可以自己在Google上面查查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沒有人提到一些 或者你假設 因為藉由你搜尋 或甚至你找一下ChargeGPT 剛好得到答案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答案 順便把它列上來 包含就是自頻、持頻、分鮮 你說有發現說哪個地方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在技術上面做說 所以心得裡面包含第一個 有關技術方面的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呈現出來的結果 你有什麼心得 你有什麼感想 可以把它稍微敘述一下 大概主要就是這兩個方向 因為腳腳時間其實還滿短的 所以下一個禮拜 我們就沒有上課 給各位做報告 然後盡可能把這個報告 做得比較詳盡 因為這個成績 佔總成績是百分之三十 OK 你希望 假設你希望這個成績 拿高分的話 那這個可能注意一下 百分之三十 其他 同學滿關於成績 另外的話還有 初缺請記得 有些同學好像都忘記要簽到 然後 戰版ROS 我最後會統計 統計因為我沒有每次都點零 所以請各位自己在POL上面 記得要再點一下 然後其他還有作業 所以有些同學 作業如果缺焦跟持焦 即便你持焦 總比這個缺焦來得好 因為有些同學完全沒焦 沒焦就沒成績 那我會 那 作業成績在百二十 初缺請百二十 再來一個是期末成績百三十 那我最後會用ECL做統計 你該幾分就幾分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這個是有關那個製品的一個統計方式 這個是上禮拜講的 所以我把那個重點提一下 如果你對於一些動作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再看一下 我印象中我是都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最新消息裡面 這邊都有 所以第一次到第七次上課 這邊都有錄影 那我不確定說各位回去有沒有 有沒有花一點時間做複習 當然 如果假設裡面有一些地方你看不太懂 或者是你發生問題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留言 然後我上面看到我就直接回覆你 OK 因為其實這也是這種互動 其實你要讓我知道說 你在哪個地方 比如說幾分幾秒的地方 可能出現問題 那你大概讓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的東西上面其實都有 包含就是用那個持平分析像康義福 怎麼去輸入那個公式 上面都有 那你如果有些地方太快 你暫停一下 或者是你如果一下太快 你可以把它倒帶一下吧 重看一下 另外公式其實雲專上面都有 那只是說我希望你們做的是 不用道德金 你不要說突然又給我來個道德金 因為之前有同意做作業的時候 交個一模一樣的東西給我 那怎麼算是其他 你換一個東西 哪怕你是 換一個類似的吧 你如果覺得變化太大對你來說 就是沒辦法勝任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接近的 接近的到了五千個字左右 至於哪些好像裝置太大了 或者你找 比如說紅樓夢你不要全部 你找一回 一回大概就是七八千字左右 比如說水浮傳一回 三國閻一回 對不對 你看網路上其實 像這種比較常見的經典 很容易找 說真的 你隨便找一大堆 只是說哪一個版本 你覺得拿來用比較恰當而已 另外說怎麼去分那個 因為像我們道德金是一張一張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用別的資料 甚至你可以不要一張一張 你可以是一個句點一個 一句一句 比如說一句當成是一個格子 一個格子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這個可以再花一點心思 去想想看 如何做自頻分析 如何做持頻分析 OK 其他大體上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有些同學問的問題 我大概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看一下 好像因為這個真的繳交期限 時間其實沒有太多 所以今天我本來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可以做一些資料的查詢 但我是怕說我講的這部分 可能又增加大家的負擔 因為我剛剛有些同學好像 還沒有把前面的東西消化完畢 所以也許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把其中報告 或者是你前幾個禮拜的東西 還沒消化完的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試著 把它再看一下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我會隨時針對大家的問題 再做回覆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想今天的部分